HELLO 大家好我是查理 歡迎收看跟著查理去旅行 查理現在進來到了吉隆坡的國際機場啦 那我們現在趕快去吃吃喝喝吧 不是啦卡卡卡 就是其實吉隆坡之前查理已經有來過了 相信請看查理的另外一個影片 這邊就是有介紹過吉隆坡啦 那這一次來吉隆坡呢主要是要轉機 那我們這一次到底要去哪裡呢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啦經過了轉機之後查理終於來到這一次旅行的目的地啦 就是遼國 其實遼國是東南亞唯一一個內陸國家 那可能因為它被其他國家重重包圍的關係 所以它發展得比較慢 然後因為它現在還算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 所以民風就比較存互 然後啊如果你是台灣要過來這邊啊 好像沒辦法先辦好簽證 所以就是一定要來了之後才辦落地簽 那如果你是從永鎮熱機場入境的話 要辦落地簽就是要準備當然護照啦 還有那個照片兩張 就是兩次的照片兩張 還有三十塊美金 這樣就可以了 而且其實辦落地簽還蠻快的 那我們這一次的遼國體驗之旅 出發吧 Go 查理啊現在已經來到了 永鎮的市區啦 其實啊就是 如果你是從永鎮的機場 要來市區這邊的話 我是建議大家可以坐過 或者是坐計程車過來 因為像查理剛剛就看Google Map 然後就想說好像沒有很遠 就走過來啦 數字我走了五十分鐘 而且啊真的非常的熱 所以勸大家不要用走的 不然就會真的會熱死 然後啊像就是 其實永鎮這邊已經是遼國的首都了 然後再加上現在這邊是永鎮的市中心 所以我覺得這邊應該是整個遼國 最熱鬧最繁榮的地方 可是其實大家都可以看到它這邊 雖然是市中心 可是它的房子啊都是這種 就是大概只有三四層樓這樣 其實都沒有什麼高樓 就是只能說它還是一個 還在發展中的國家 但是其實相對的這邊的人民啊 就會比較純樸 大家都也可以來體驗一下這邊 純樸的生活囉 由於天氣實在太熱了 所以查理決定先找一間咖啡店 喝個咖啡坐下來 吹個冷氣 好啦 那我們現在來喝一下這個 看起來很特別的 哈密瓜拿鐵 它這個哈密瓜還蠻大塊的 是 很大塊的一個哈密瓜 然後它這個吸管啊是 就是 就是金屬的 所以 我覺得蠻很薄的 我一開始啊就是很疲惑 為什麼它要用這麼酷的西瓜 它西瓜是醋 不知道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它這個裡面啊 它有放那種 不知道是椰果還是什麼 哦 哈密瓜的果肉 它把它切得很碎 就是 應該是哈密瓜果肉 就很 很特別 第一次吃到的 而且它的咖啡很酷 我說真的很酷 甚至很少喝到這麼苦的拿鐵 它可能想說那個哈密瓜是甜的 就可以綜合一下 我不會覺得它難喝 我覺得它很特別 它還不錯啦 算是一個新嘗試 謝謝 這就是寮國的夜生活 其實啊 我根本聽不到 台上來到底在唱什麼 好啦 午餐時間 其實寮國的菜啊 跟泰國菜還滿像的 然後我剛剛有吃了一下這個 九層塔蛋 還滿好吃的 然後像寮國啊 它有出自己的啤酒 就是寮國啤酒 所以啊 喜歡喝啤酒的人啊 來寮國啊 也可以試試看 他們當地的這個寮國啤酒 好 好啦 查理現在準備要去租腳踏車囉 其實啊 因為永貞的景點啊 說近不近 說遠不遠的 所以騎腳踏車啊 是最方便的 其實啊 在永貞這邊啊 租腳踏車 還滿便宜的 他租一天24小時 只要4萬幾乎 大概台幣140幾塊而已 那我們現在準備出發啦 GO 其實啊 如果來永貞這邊的話啊 我還滿推薦大家 可以騎腳踏車的 因為他這邊的車子沒有很多 而且啊 他其實 沿路還滿多樹 所以就是很舒服 然後你就可以看看當地的寺廟啊 還有 他周圍的一些建築 就是感覺就是很舒服啊 很舒服 然後如果啊 要騎腳踏車的話 只是建議大家3點以後再騎 不然真的太熱了 好啦 在去景點之前 先買個果汁來喝一下 就是啊 後面這邊啊 有一家 果汁店 因為這一家就是網路上還滿多人推薦的 他就是用那種新鮮水果 現打的果汁 所以真的是可以喝到現打的果汁 而且價錢不會很貴 那我們現在就去買果汁來喝喝吧 喔還有一件事就是 聽說啊就是 網路上有人說啊 在永珍這邊啊 其實 因為遼國人他們除了講遼國的語言 好像 也可以講泰文 所以我們就來試驗一下 用泰文到底在永珍通不通呢 有少爲好 可以叫海 nuc 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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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少爲 差點 或者是去餐廳 其實講泰文他們也聽得懂 而且他們也會回你泰文 然後查理剛剛買了一杯這個 南麻木王版 就是芒果冰沙 這一杯 一萬塊 就是gip這樣 還蠻好喝的 還蠻甜的 好啦 在我們的正前方 就是我們今天 要去的第一個景點啊 它叫做 Lat Down 叫做黑塔 然後它還有另外一個名稱 叫做丹塔 就是翻譯的關係 然後啊 它這個是永珍最古老的古蹟 然後據說它剛開始蓋好的時候 其實它是覆蓋金箔的 只是後來啊 被鮮羅的人全部偷走了 所以現在就有多麼經過啦 就是 看得出來就是一些歷史的痕跡啦 因為它現在上面都長滿的草 然後我覺得它還蠻像 那種 那種 那種感覺的 那種古蹟的感覺 好啦 現在我們來到了 永珍的西沙閣寺 其實從圍牆外面這邊啊 就可以看到 它裡面有蠻多那些小的塔 就是其實還做得蠻精緻的 就是金碧輝煌了 然後它每個都長得不太一樣 就是還蠻美的 好 那我們現在準備進去 這個西沙閣寺啊 其實啊這個西沙閣寺啊 是有200年的歷史 同時它也是遼國最古老的寺廟 然後啊 它這個啊其實 這個寺廟還蠻酷的 因為它除了是最古老的寺廟以外啊 它同時也是遼國 就是保存最多佛像的寺廟 它這個寺廟裡面啊 有1萬尊的佛像 因為當初啊 在1828年的時候 泰國攻打遼國的時候 然後遼國的人民呢 就是把那個佛像 都拿到這個寺廟裡面保存 因為怕被泰國偷走 所以 這邊也是目前遼國保存 最多佛像的寺廟 現在啊 我們 從圓圓的地方就可以看到 在鏡頭那邊就是 永珍的小凱旋門 其實啊我想啊 這個景點啊 應該是所有 到寺廟旅行的人啊 必來的景點 其實它就是為了 紀念那個 寺廟國獨立 所以 蓋了一個 仿造法國巴黎 凱旋門的 一個建築物啊 然後啊 這個建築物啊 遠看啊 就是還蠻歐洲的感覺 可是啊 走近看啊 就發現它其實還蠻 富有東南亞的色彩 因為它其實 這個整個凱旋門上面 就有一些浮雕 然後它是以寮國的一些神話故事 做了主題 所做的浮雕 然後它的頂樓啊 其實可以上去的 它有氣層樓高 可是就要另外付 三千吉普 我還蠻喜歡它這個天花板的 就是 簡直就是一個藝術品 然後啊 然後啊 穿過了這個凱旋門啊 就有一個很大的廣場 還有噴水器 算是一個放空的好地方 現在我們來到了 遼國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個景點 就是塔鑾 其實啊 這個塔鑾呢 當初建造是為了要供奉佛祖的胸骨 所以就是建造了這個塔鑾 然後啊 它周圍有三十個小塔包圍著 就是象徵佛祖的三十種恩惠 然後它主要就是用金箔覆蓋 所以就是 很多遊客來啊 都會來這邊參觀這樣 最後要介紹給大家 永生的一個景點 就是這個 河濱夜市啦 其實啊 這個夜市啊 攤販還蠻多的 然後它就是賣一些 包包啊 衣服啊 鞋子這樣 可是啊 它這些東西 基本上都是泰國進口的 所以其實來到這個夜市啊 就會覺得很像在泰國逛夜市的感覺 然後啊 因為這個夜市啊 它路價都蠻便宜的 所以其實還蠻多當地人來這邊逛的 然後它是每天都會開的 這個夜市 在這個夜市的正後方 就是美宮河啦 其實一盒之隔啊 對面就是太多了 所以 其實 永生算是 少數坐落於邊界的 首都了 那 最後 大家記得訂閱 開店的YouTube Channel Bye 掰掰 掰掰 我們下一個月 我們下一個月 再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一個月